前面的课程呢 我们把评论和回复 我们去给它完成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下面 这个方框里面呢 我们是点击这个回复 然后去生成了这么一条新的一个子回复 那么这个子回复呢 下面也有一个回复的按钮 这节课我们主要把这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去给它实现了 我们去点击这个回复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这个子回复呢 再去进行一个回复 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的内容呢 显示谁给谁回复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主要内容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部分内容怎么去做 因为如果我们点击上面这个回复按钮呢 我们很明确的知道 我们要去怎么区分 但是我们点下面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我们是怎么来的 就是这块的区域我们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是通过在组件里面 我们使用了一个地规的组件 就是自己定用自己 那么自己定用自己 我们要区分 我们点击的是上面的回复 还是下面的回复 因为它们是在一个组件里面嘛 所以我们要把它区分开来 那么如果我们区分 我们就去给它添加一个属性 我们叫replan 等于 我们手动给它去写一个处 那么这里啊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去手动设置处之后 我们就知道 这个属性呢 就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我们是点击了组件里面的 这个commiss box 我们点击了这个组件 然后我们需要在props里面 我们去给它声明一下 replan 然后呢 我们给它指定一个type type我们是一个board值 然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default 我们就叫force 为什么我们这里去写force呢 因为如果是force的话 就说明 是我们在home detail里面 我们找到commiss box 在这里我们 不需要去给它传任何内容 默认就是force 然后就表示 是在我们home detail里面 我们去使用的这个组件 那么如果我们在 自己调用的时候呢 我们去给它传个true 说明呢 是在我们组件内部去调用的 这样我们就只需要一个replan 这么一个属性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区分 我们当前点击的这个回复呢 我们点击谁了 然后我们再去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里 commiss reply这个事件里面 当我们点回复啊 我们肯定会去出发这个事件呢 那么我们在这里去给它 做点手脚 我们把它传到一个对象里面 然后呢 我们再给它去新添一个组件 我们叫replan 然后冒号 冒号是谁呢 就是我们传进来的这个属性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触发 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点击的是上面的回复 还是下面的回复了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这里呢 传的commiss 就是我们组件里面 传进来的一个评论的对象 我们所有的内容呢 都在这里面 我们这里使用一个简线就可以 如果我们非要去给它写完整的话 我们其实是这样的 然后回到我们这个方法里面 现在它这里呢 就已经其实不合适了 我们需要去给它写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我们叫commit.eth-replan 这个判断我们做什么用 我们这里去写一下 这是为了区分 是主回复 还是子回复 我们上面这个叫它主回复 下面呢 我们叫子回复 这样我们只要是这个条件生效的话 就说明我们是点击的子回复 子回复的话 我们就会给它去增加一些内容 我们上面的内容去评论的时候 会有一个commitID 那么下面内容呢 我们也会需要一个ID 这个ID呢 我们叫它replayID 我们这么写 我们commit 我们去直接改变这个对象里面的结构 commit 下面的一个commit 这个对象 我们现在拿到了之后啊 它就是我们这里传进来的commit对象 我们直接给它里面插入一个值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replan -id 等于什么呢 replayID 其实就是我们当前这条回复的一个commitID 所以我们就把这块的内容呢 我们去给它拿过来 然后commit id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样做完之后 我们还需要这条回复的一个commit id commit id是谁呢 我们想一下 commit id 其实它就是我们传进来的 这个id 跟我们的事件里面返回的这个id 其实它是不一样的 它是我们这个组件啊 我们看字调用的时候 去这里面传过来的这个id 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这么写 commit .commit .commit id 等于什么呢 这里我们就不能用commit了 我们用this this.commit .commit id 这样我们是不是把commit跟reply id 我们全都拿到了 拿到之后我们去验证一下 那我们去给它输出 输出呢 我们直接输出commit就可以 这两个id肯定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回到页面里面 我们去给它刷新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获取的内容对不对 我们先看到上面呢 给我们返回了我们所有的评论 我们把它展开 我们先看第一条 第一个内容 我们先看到commit id是什么呢 5m gm 这么一个开头的id 那么下面它的回复呢 就是我们的replys 我们把它展开 展开之后呢 我们看第一项 第一项它也有一个commit id 是什么呢 4f6w 那么我们记住这两个id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点击回复的时候呢 我们获取的commit id和reply id 是不是这两个值 我们先把它给它折叠起来 然后我们点击回复 回复给我们返回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commit里面 首先这里有一个commit id 我们可以看到commit id和reply id 全是我们的子回复里面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代码 我们翻到上面 我们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当我们去点击回复的时候啊 我们最下面会有一个emit 会把我们的数据呢 去传给调用的组件 但是我们回到调用这里 我们会发现什么内容呢 这里并没有去接收一个内容 所以说你去点击下面的这个回复的时候 我们本质上它还是触发的上面这个回复的内容 它并没有把我们里面的内容去传递给我们下面的子回复 所以才会出现两个值是一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写下reply 等于什么呢 我们就直接去执行commit replay这个方法就可以 这样的话 这个方法里面会给我们带着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当前这个里面的内容 这个里面内容是哪里来的 在下面我们去给它处理好的 所以我们要把emit给它放开 放开之后我们点击下面的回复的时候 也同样的会去触发commit replay这个方法 现在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内容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home detail下面我们有一些 我们找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把它给它注视掉 我们不让它去触发这个内容 然后回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我们去刷新 把它关闭 然后我们再去点击回复 那会给我们触发两次这个事件 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commit ID 和我们的reply ID呢 其实现在已经获取正确了 然后我们再去看第二个 第二个也是正确的 但是为什么会触发两次呢 因为我们是组件低根调用嘛 在这里 如果我们去触发这个事件的话 它本质上去执行了两次 我们commit里面的这个回复的事件 commit replay这个事件 那么第一次呢 我们会把我们的emit呢 去发送到我们的组件里面 然后第二次呢 再我把我们的事件去发送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然后我们去给它进行一个接收 所以它会触发两次 那现在呢 我们的内容获取正确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它干掉 处理掉之后呢 我们回到home detail里面 我们再找到我们去最终接收的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里 我们把这个返回的e 就是我们的事件对象 我们打印一下 看这个事件对象会触发几次 回到我们的页面 我们刷新 我们清空下控制台 我们去点击回复 你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件呢 其实它只会在我们的页面里面 去触发一次 因为它是一个组件调用嘛 它会一层一层 把我们的事件给传递到页面里面 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结果 那我这里面会期待什么参数呢 有一个commits 我们之前处理过的 commit id 就是我们的主回复 然后reply id呢 是我们子回复的一个id 然后我们再去点击下面的这个回复 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 同样呢 给我们返回的这个对象 我们看一下 它其实是没有reply id的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上面呢 我们有reply id 下面呢 没有 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值去判断 我们在这里写一下 那如果呢 1.commits 点reply id 它如果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给 这次点reply from data 我们在这里给它去 追加一个reply id 等于什么呢 等于1点 我们直接给它复制下来 同时呢 我们再把 这次点reply from data 我们去给它打印一下 看我们最终封装的这个数据 是不是正确的 好 我们刷新下一面 然后我们点击上面的内容呢 给我们返回一个对象 这里呢 只有一个commit id 那我们的commit id是个indify 那为啥是indify呢 我们回到代码里 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的返回的数据结构已经变了 那这里呢 就不能直接一点commit id 我们应该去加一个commit 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我们再去操作一下 那我们点击回复 回复的话 我们的主回复 我们的commit id获取到了 下面的子回复呢 我们同样能够拿到一个commit id和一个reply id 现在我们的结果其实就是正常的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在我们的云函数里面呢 去处理我们下面子回复的一个回复内容 那么的reply id我们拿到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云函数里面 在这里呢 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个reply id 我们默认呢 我们也给它一个空 然后呢 我们去给它写个注释 这是子回复id 那么还有一个值 这个值是什么呢 这个值是意思reply 那么默认值 我们给它一个force 这个是 是否子回复 那么这个值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回到home detail里面 我们需要在这里呢 我们去给它新加一个 叫 isreply 冒号冒号谁呢 e.is-reply 其实它就是在我们的commiss里面传过来的 在我们的comment里面 comment里面都有什么值呢 我们是不是给它传了两个值 这里有一个isreply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它去传给我们的reply from data 然后再把from data呢 我们去给它传到我们的事件里面 在这里 是不是我们的云海数就可以去接收了呢 我们reply id和isreply都拿到之后呢 我们要回到下面 在这里 我们去给它做一点事情 那么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不在这里 我们回到上面 我们在这里先去给它加一个字段 reply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传进来的 我们先让我们的数据知道 当前我们是主回复还是子回复 这个值一会儿我们是要用到的 然后再来到这里 我们去进行接下来的操作 我们直接 在这里去给它写一个条件 如果是回复的话 我们这里之前不是已经分清了 是评论文章 还是回复对文章的评论吗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去写判断 以此reply 它是处的情况下 我们要区分它是主回复 还是一个子回复 那如果是出的情况下呢 它就是一个子回复 否则 它就是主回复 那主回复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些内容 我们去给它拿下来 那么我们把它 我们就不可以这样去生命了 我们把它放到上面 我们让它等于一个空 然后把let给它删掉 那么我们其实to呢 我们不管是子回复 还是主回复呢 我们都会用的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下面 那我们这里面 只保留这两条就可以 然后我们去处理一下子回复 接下来我们就是需要获取子回复 我们具体要回复的是哪一个人 哪一条评论 我们要把这个作者信息 我们去给它获取到 获取到怎么获取呢 上面我们不是已经知道了 具体的是哪一个评论吗 那我们直接commiss us 等于commiss 然后我们去把我们的下标放在这里 我们找到我们具体使用的是哪一条评论 或者是哪一个回复 然后点什么呢 点reply 然后我们加个s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拿到我们具体回复 我们就是在这里 具体有几条回复 拿到某一个回复 应该不是说拿到某一个 我们是拿到所有拿到所有的之后 我们是用fund 我们去找到item 等于谁呢 item.commitID 等于replyID 我们这里使用三个等号 这样是不是就拿到了作者信息 拿到作者信息之后 我们让它等于谁呢 等于commit other 这样我们的子回复 其实就已经处理完了 那么我们其他结构是可以保持不变的 然后我们再看 我们会发现下面这条内容呢 其实它是一样的 它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把它可以放到下面来呢 然后我们去测试一下 看对不对 打开我们的配置 这里呢 我们再去给它加一个内容 叫replyID ID是谁呢 我们先来这里看一下 replyID 我们就用这个就行 这就是我们第一条的内容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同时呢 我们再给它加一个 isreply 冒号我们给它个tru 表示是我们的子回复 然后这里加一个子回复 成功 然后我们就直接右键 往上传并运行 打开控制它之后 我们清空一下 等待我们的一个运行结果 运行成功之后呢 这里给我们报了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呢 很明显 又是我们的一个拼写错误 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我们单词 我们去给它改一下 然后我们保存 我们再去上传一次 上传并运行 然后我们清空控制台 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在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一个单词拼写的问题 我们经常会因为单词拼写 导致我们的程序错误 然后我们去找很久的问题 然后可以看到 我们的数据更新成功之后呢 回到我们的页面 然后我们去刷新 刷新的话 这里最上面应该会给我们增加一个回复 然后我们去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看到呢 这里会显示子回复成功 那说明我们的内容插入成功了 插入成功之后 我们要给它去区分开 我们当前肯定分不清 这下面的子回复 谁回复谁啊 全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是不能够很明显的去给它区分的 所以我们要去给它做一个处理 怎么处理呢 回到我们的代码里 Commitbox 然后回到我们的作者信息这里 直接在这里呢 我们去给它写一个 V-if V-if V-if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Commit 第二 第二谁呢 第二杠 意思reply 这个纸是我们数据里面给返回的 因为我们去更新之后 它已经有这个纸了 如果它不是子回复的话 我们就让它去显示我们正常的内容 如果是的话呢 我们给它复制一个 这里我们写成else 那后面的内容呢 我们就不要了 这是不是我们的一个子回复 所以我们这里要给它加一个内容 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写一个text标签 我们这里写一个回复 回复呢 我们这里再去直接Commit 第二 我们这里有个to to还记不记得是做什么呢 我们在云海数里面 去回复的某一个人 我们在这里给它有个定义 所以我们这里呢 我们去加上一个class 我们叫reply-text 找到我们下面定义的title的样式 title这里呢 我们给它写一个样式 样式呢 我们就给它一个margin 上下呢 是0左右 我们给它一个10px 同时呢 我们让它的文字去加粗一下 blood 颜色我们就给它一个 颈00的一个纯黑色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回到我们一面 刷新一下一面 然后这里会有一个错误的显示 那是为什么呢 回到我们上面 我们这里去加一个v-else 然后再回到一面 还是我们写的有问题 刷新之后 我们呢 这里可以看到 子回复就会显示 加架构师 讲师评论台呢 评论了这个人 那现在我们都是一个账号 我们并不能去区分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们现在去给它 切换一个账号 回到我们的web控制台 然后找到user user呢 我们去换一个人 我们往下翻 这里呢 我们用7月的id 回到一面里面 我们找到什么内容呢 我们在哪里去定义的id 我们在这里 有个htbs 我们把它换一下 把我们保存 然后回到我们的一面里面 刷新一下一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点击回复 回复这里代码 我们给它注释掉了 我们把它放开 放开其实其他代码 我们不用去改动的 我们这里都已经给它处理好了 我们直接去回复就可以 刷新一面 进行护士台 然后我们给它去点击一个回复 回复内容呢 我回复了 jowa 这样我们点击发布 发布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前我们账号用的是7月嘛 所以7月回复了它 现在呢 我们的主回复跟子回复 我们都已经给它去完成了 然后再试一下 我们最开始的评论 我们去给它输入一点 评论内容 我是7月 然后我们点击发布 可以看到这条内容呢 会给我们应该插入到最上面 然后我们会发现 之前的一个评论呢 评论到我们的子回复里面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回到代码里面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是因为我们再去给它进行一个 在这里replay的时候 我们给replay from data 我们去给它添加了好多的属性 去表明我们是主回复还是子回复 只要是我们去进行了一个子回复 那么不可避免的呢 我们的replay from data 就会把这些属性给它记录下来 如果我们不去刷新页面的情况下 但是当我们直接去给文章 发布评论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submit 我们看一下 submit的时候呢 我们直接调用了setupdata commit 然后给它传入了一个 这次点replay from data 最后呢 就去提交了我们的数据 那同学们想一下 如果我们不去清空的话 直接传 那是不是这里面还包含了 commit id和replay id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云含数里 我们下面是根据什么判断的 根据commit id和replay id 去判断我们当前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才会去给我们 评论到一个错误的地方 那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 setupdata commit 我们成功之后 我们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这次点replay from data 我们给它等于一个空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回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我们去刷新一下 现在呢 我们去随便点一个内容 我们点这个内容吧 我们输入一个123 发布 成功之后呢 我们把它插入到一个正确地方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点击评论 我们给它改成456 这里也是有问题的 我们一会儿再讨论 我们点击发布 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456就插入到一个正确的位置 我们再给它自己去回复自己 可以看到呢 这里保留了我们上次输入的一个结果 这里肯定还是不对的 我们给它改成789 我们点击发布 789呢 也可以去添加到正确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给789进行一个回复 叫0123 然后点击发布 自己回复了自己 所以这些内容呢 就都对了 但是我们点击输入框的时候 这个值还在 我们现在只需要把它给清空一下就行 同样的这个值是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commit value 我们就在什么时候呢 我们同样还是在我们回复成功之后 我们this.commit value 我们等于一个空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我们再去试一下 那回复自己一下 我们这里回复111发布 再回复自己一下 这里内容呢 就变成空了 我们test发布 这些呢 整体就是我们评论的一些内容 tego 银子 一 从 咱 咱 感谢观看